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新闻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首先关注的是NVIDIA正式取代Intel加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科技领域的新时代 更是生成是人工智能日益主导市场的名正 曾经的芯片巨头Intel在AI芯片市场的竞争中逐渐落后 而NVIDIA的崛起则意味着新经济的到来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尼日利亚 那里绑架事件已经演变为武装团伙的盈利产业 这些团伙通过集体绑架进行勒索 给当地社区带来了严重的安全挑战 我们将探讨导致这一危机的因素 以及如何应对这一日益增长的威胁 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最新财政动态 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地方债务置换法案 旨在降低财政风险促进经济增长 财政部长提出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配额 以帮助地方政府更好地应对经济压力 预计此次财政刺激计划将达到2万亿到超过10万亿人民币 助力地方经济稳步发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Axios报道 NVIDIA最近取代了Intel 成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中的新成员 这标志着科技行业的新秩序 NVIDIA作为一家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 加入了这个独特的俱乐部 而曾经的芯片巨头Intel 却因无法跟上AI驱动的芯片热潮 而被迫退出 回顾1999年 Intel被视为新经济股票的代表 如今NVIDIA也被赋予了同样的地位 这一变化凸显了生成是AI在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 德意志广播公司指出 尼日利亚北部的绑架事件 已经演变为一种有所谓的土匪主导的盈利产业 这些武装团体进行大规模的勒索绑架 导致这一地区的安全形势日益严峻 绑架现象的普遍化 不仅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 也对国家的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 背后反映出的社会经济问题 亟待解决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最高立法机构 本周开始审议地方债务置换计划 以降低财政风险并支撑国家经济 财政部长蓝峰提出的这一提案 预计将为地方政府提供更高的债务配额 以应对高达44.7万亿元的预算负担 市场和分析师们密切关注这一会议 期待能推出规模达到 2万亿至10万亿元的财政刺激方案 地方债务置换作为一种财政刺激工具 旨在缓解许多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 尤其是在过去几年中 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问题愈发严重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金融管理局 HKMA首席执行官于伟文表示 尽管香港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有所上升 但整体情况仍在可控范围内 并预计将因近期股市反弹 和中东市场的新机遇而改善 立法会议员对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率 在2023年6月上升至1.89%表示担忧 而于伟文则持乐观态度 他指出受股市上涨的财富效应影响 投资者可能会增加消费 同时中国的刺激政策也在支持经济增长 此外 香港中小企业SMES 在中东市场的新机会也将促进发展 自美联储在9月18日降息以来 香港及内地市场均出现反弹 预计美联储将继续降息 从而降低借款成本 尽管特殊100%贷款担保计划的不良贷款率 已从去年同期的5.49%上升至10.25% 于伟文表示 香港银行业拥有强大的资本充足率和抵押品 来应对贷款违约 政府也会承担不良贷款的风险 他强调 香港有超过36万家中小企业 占全市企业的98% 并为约45%的私营部门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 最后 于伟文提到 香港金融管理局与沙特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签署协议 计划设立10亿美元的新投资基金 旨在支持香港及以香港为基地的内地中小企业 在沙特市场的拓展 为本地企业创造新的发展机会 6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6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6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6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6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6度简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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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